到底在騙誰呀 蘇小慧你有必要跟著陳時中演這齣戲給大家看嗎 然後下面一堆網友高潮留言 太棒了 原來真的可以出國 那我要打國采 我要打國采 然後今天蘋果 來我們先看一下電視牆 我要給大家看這張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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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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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調打臉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看說打臉正常發揮好了 七成民眾 願打國產疫苗 對高端有沒有信心 有 78不是87 78有信心 18沒信心 78願意打 20%不願意 我各位 你看到這個民調 也許心裡會不太舒服 但我看到民調我很開心 網路民調 但我很開心 我超開心 為什麼 因為看來我打得到莫德納了 太棒了 因為你們大家都要打國產疫苗 那莫德納留給我啊 留給亮哥啊 太棒了 你要是敢在網路上 投 贊成 有信心 願意打 然後你沒打 還跟人家搶AZ搶莫德納 我跟你講你家馬桶會爆炸 你家馬桶會爆炸 好不好 今天我們來好好的聊一聊 關於特權名單 關於陳時中 關於蔡總統 道歉時機怎麼那麼巧 接下來的來賓 來我們這個郭政良 亮哥 大家好 賴玉千的賴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玉君 大家好 其實我剛剛也長得差不多了啦 我們就請亮哥先來開個場吧 那個其實今天高鴻安質詢 真的是可圈可點 我說實在 所以因為我跟他也認識 所以我就立刻寫了Line給他 我說鴻安今天質詢可圈可點 你怎麼沒有寫Line給我說 宥政今天節目可圈可點 因為你沒有他傑出啊 真的嗎 人家也長得比你漂亮 3加11我問了兩個禮拜了 重點就是他是女生漂亮 你不在立法院直詢罵 然後坦白說 我就說 這個如果是鄭麗文 大概往陳時中給K爆 你那是什麼態度 那高鴻安就給我這樣回 他說他覺得心很累 他說為什麼EQ這樣差 他不能好好講話嗎 其實他是要跟他溝通的 是 所以很明顯 高鴻安是非常溫和的 而且很理性的人 所以他真的是準備了蠻多材料 那想要知道答案 就是因為準備很多材料 然後你用這種方式回答質詢 我坦白說 他真的是人客氣了 他氣質好 這個普通的在野黨立委 大概當場就火爆了 這樣多久了 當場就回到 你說絕對火爆了 因為那個實在是 連我都看不下去 很不理貌 很不理貌 因為裡面有一個問題 是真的回答的 你比如說3加11 我負責了 我負責的是因為他承認了 對 承認就是負責了 承認了就是負責了 這麼簡單 這個當然就是 他比較不好意思 不然我們就再追問 直接再插刀插刀 你負責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來負責 直接再插刀 再追問 質詢下去 那因為他準備很多材料 想一想 這一題 你既然這樣回答我 那我就算 你跳過 往下 下一題這樣 然後你剛剛也講到 比如說 明明就是 隔離期 14 不然就是21天 就你出國會有困擾 然後他又說我們各國檢疫方式 標準不一樣而已 只是不一樣而已 對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用文言文來回答我 就文字遊戲 用文言文玩文字遊戲 那如果是 就是比較這個立委 有一些比較兇案的立委 一定直接問了 說我請問你要不要 隔離7天或14天 那如果不打的話 是不是一樣隔離 那請問打的 跟不打有什麼不一樣 那就是讓他現場難看 對 我覺得 這個 這個鴻安這個妹妹 給我的感覺就是 做人很客氣 他也不想讓阿中部長現場太難堪 你知道嗎 我就看出他的那個 這個個人的特質 你知道吧 那 這個在立法院 如果是這樣來回答問題 是絕對不能過關的 當然 我在立法院9年 那快要10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部長 可以這樣過關 而且那些答案都如此的清楚 所以今天為什麼大家都會 拿到那質詢拿出來 大家來討論 因為他問出了最切重要害的問題 那大家也看到他在自製屋 回答不出來 你知道嗎 老羞成怒 對 就或者是 他不想面對啦 後來就是 就你想老羞成怒嘛 那我就 我就跟鴻安打氣啦 我就跟他講說 他最近 最近好火爆連輔都出來放話 對不對 我們也看到新聞有一個報導 說陳建仁要下來督導一下 不然他最近很火爆 講話常常會 坦白講就是出狀況嘛 講白了啦 那我們也看到幾個民調 事實上 TVBS最近的民調 他從74%跌到49% 對 跌很多 陳時中第一次跌破五成 那我當然可以理解 他在綠營還是滿高的 綠營我估計陳時中的民調 他應該還有七成以上 搞不好有八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護他嘛 包括瞇個眼睛 鄭運鵬也要護他 狂護耶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可是 就是 可是綠營的基本盤 可能越來越小了你知道 問題在這裡啊 現在可能越來越多的人 變成中間選民啊 或者本來是綠的 然後跑到中間去了 沒錯 這個現象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就是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 這個民進黨的這些好朋友們 怎麼沒有感受到這個氛圍 實際上這個才是危機啊 就是 你以為比如說這個 蘋果這個民調 我每天早上就 收到動員啊 說趕快去回答喔 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啊 這個要講一下 所以早上 不是我是 就綠營的群組 就叫大家趕快去說 願意有信心 趕快去回答 因為他做到五點嘛 坦白講這個也是 蘋果民調在賺錢的方式 因為你去 對啊 你越多人去 他就 你越多人投他就賺越多嘛 至少有一個點閱率嘛 那 我就看到每天 已經連續兩三天了啦 都做同一個題目 你願不願意打國產疫苗 上次都做 上次五七嘛 其實不得了 今天七十八 因為 因為這個反對的人也懶得投了啦 不然你衝到九十九算了啦 好不好 那個 我跟你講 薩丹夫森 伊拉克 他也是選舉的啊 薩丹夫森拿到九十九%的票 金正恩也是啊 金正恩拿到百分之百的票 百分之百的票 那乾脆有一天 反對的都不要投好了 一百%好不好 大家都要打 讓你 自嗨到爆 爽到爆 好不好 這好離譜 對啊 你每天都要做這種 然後七十八八 好爽喔 好多人要打喔 趕快做啊 做一億劑啊 趕快啊 結果高端年底的產能還不到 大概只有一千萬左右 可是大家打不到啊 趕快做啊 嗯 七十八八耶 七十八八人口一千五百萬耶 不要辜負啊 老百姓對你們的期待啊 趕快做 快 再做個三千萬計出來 差不多就夠了 是 可能 很多人願意打兩針啊 對啊 當然 三千萬 三千萬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 蘋果民調 如果明天又做這個題目 我真的勸 反對的人不要上去投票 讓他的數字 嗨爆 你既然要這樣做 那就嗨爆嘛 都嗨爆你 然後讓你得到的訊息 通通都是假的 然後看你怎麼執政 這樣好不好 你執政搞到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 這實在是看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你明明知道不是這樣嘛 比如說當你換一個方式來問 說你最想打的是哪一支疫苗 你去看高端疫苗是排在第幾年 對不對 我第一次看TPS 5.5% 對 5.5% 對不對 沒錯 第一名是BNT嘛 5成多嘛 42.7 莫德納29.4成 那我後來又看到另外一個民調 蘋果 也做這個題目 那高端大概只有7發 老百姓在選疫苗 他真實反應就會出來嘛 因為我有得選 那雖然現實上你拿不到啦 你知道吧 因為現實上你就打不到 這根本就沒有啊 可是你問我說 這個選擇哪一支啊哪一支啊 那我要表達我的真實意願嘛 對不對 那你問這個 這個問這個就是 你問這個題目是要幹嘛 有沒有信心有 打不打不打 差不多是這個道理啊 你這個 你不覺得這個答案有點類似啊 如果中國打台灣 你要不要保護台灣 那90%啊 當然嘛要保護 但真要上戰場呢 對嘛 再說吧 就跑光了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有點像嗎 差不多 一個是真實的狀況 一個是表達你的 你的那個 理想性 總高的理想目標 就是這樣嘛 更何況這是網路是有動員的 有動員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真是 真的是很多事情 尤其是這件事啦 因為今天我看到阿忠 又講了另外一句話 我真的是覺得他有點亂 他今天突然又說 我們要嘗試 要去爭取莫德納代工 對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不是你的偉大神要 剛通過解盲嗎 為什麼要代工呢 那你的台灣神要剛通過解盲 那你今天又說 莫德納要代工 這什麼意思 真的 你不覺得這兩者有矛盾嗎 對不對 要代工是 早去年你就要去爭取 你怎麼現在在爭取 現在所以他 而且莫德納早就給別人代工完 怎麼需要你呢 我跟你講這表示我們澳洲部長 還是有點良心啦 抱歉抱歉啦 不然神要78%支持啊 莫德納代工什麼 對啊 幹嘛要代工 應該要趕快去想辦法代工 全民都支持神要啊 不是嗎 代工高端吧 不是啦 不是代工 我們國內已經安排好了 當然啦 因為他在那個過程有一些 大家的利益衝突嘛 所以都整合好 聽說研發就是高端 都喬好了啦 那原意代工 就交給這個台康申請 台康 然後出貨封裝就交給東洋製 哎唷 原來是這樣啊 聽說都做了整合 就大家都有 雨露均沾啦 雨露均沾啦 抱歉嘛 對對 我抱歉 人家東洋 本來要爭取BNT也是用苦勞嘛 對不對 台康 台康本來是要爭取AZ代工 對 沒錯 這是事實啊 你都給人家弄沒了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大家都 大家一起來嘛 大家一起賺嘛 對嘛 既然神藥已經快要出籠了 解盲之後就是二期審查就過了嘛 不是嗎 那不是全民自嗨到爆 到高潮了嗎 那怎麼突然說要代工莫德納呢 代工莫德納會影響慘人耶 這個太反高潮了吧 真的 那兩個 陳世忠用心良苦 他為了那其他沒有78%以外的 那22%的人在著想 他是要當全民部長 算了吧 我跟你講這個我看到這像什麼 就是小時候媽媽都問你說 親家好不好吃 那就這樣做得沒說 嗯好吃還要不要再吃 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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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